猛出來民宅大門 遠景深穿防單背心 手拿盾牌全副武裝 因為這些民宅 近是一座孝行兵工廠 槍代理的改造長槍 配備瞄準器 一旁沙發則搜出兩把短槍 加上子彈彈殼等半成品 火力宛如孝行軍火庫 遠景清城攻堅 動用優勢警力 壓制祖賢兄弟 但讓警方驚訝的是 祖賢真心弟弟 近是一名毒碧人 祖賢弟弟右手截肢 只剩左手可用 竟然能跟哥哥一起 以此幫黑道改造槍肢 而且兄弟倆 還特別選在東山山區 偏僻停用的垃圾掩埋場 當作掩護 增加警方查期的困難度 垃圾掩埋場這一邊 地處比較偏僻 地點不好找 祖賢三星兄弟 被帶回警局時 否認犯行 表示改造槍枝 只是因為好玩 訓後被移送法辦 但弟弟失去一條手臂 竟然還能和哥哥 一起改造槍枝 也讓警方直哭 前所未聞 記者來觀賞 陳照顧台南報導